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由于一个国际研究机构就以各地的楼价中位数和家庭入息中位数去推算 本港数字达到20.7倍 是连续11年成为全球楼价最难负担的城市 就算本港在去年面对疫情困扰 全年的楼价仍然维持平稳 有调查显示香港连续第11年成为全球楼价最难负担的地区 国际公共政策顾问Demografia 统计全球8个地方的92个城市 香港的楼价中位数相对家庭入息的中位数达到20.7倍 意味一个家庭要花20.7年 不吃不饮才可以供满一个单位 虽然比前一年的20.8年轻微改善 但仍然大幅抛离第二位的温哥华7年 至于适尼就21.8年位列第三 这两个城市楼价难以负担的程度都在去年恶化 全球92个城市之中 有36个城市的楼价是极难负担 有52个是难以负担 只有4个是可以负担 调查在今年没有再公布 每个地区的楼价中位数 和入息中位数的实际数字 但指出在疫情之下 社交距离和封城措施 严重影响家庭、经济和社会活动 令大量没办法遥拒工作的工人 失业或收入减少 调查观察得到 个别地区的楼价仍然录得胜幅 认为疫情加剧现有的贫富懸殊 不过同时遥拒工作因为疫情而加速普及 报告指出市民不一定要居住在交通方面的地区 为中产家庭在面对楼价难以负担的问题上 带来一丝希望 虽然本港的楼价仍然高企 但只望今年经济复苏 有地产代理认为 二手交投较农历新年前明显大幅上升 楼价今年将会再升一成 二手市场的交投 特别在我们的指标性屋院 十大指标性屋院里面 差不多多了两倍 所以我断定了小人村 其实已经开始浮现出来 我相信一直横跨下去 三月份就会爆发出来 都会挺厉害的 至于全年拉运来说 我只看整体来说都会有一成 滑以上的升幅 特别在豪宅市场 无线电视梁永祥报道 虽然楼市近期就持续缓暖 但就不是每一个新盘都可以录得理想的销程 有位处新发展区的项目在礼拜二开售 销程创了超过半年来最差 所说的就是观塘的安风 推售成五十伙以上 市传即晚只卖出了三伙 而启德的Grand Monaco就接力在星期六 推售会公开发售八十八伙 华某旗下位于观塘安达神道的安风 市传收费轻微超额之下 在星期二晚首轮开售五十二个单位 现场所见到场的买家不多 市传即晚卖出三伙 占比大约百分之六 成为去年年中 屯门帝湾居只卖出一伙之后 超过半年来 销程最惨淡的新盘 项目首批折制最低近八百万 平均借价二万零三百多元 虽然比起同期重推的货美盘 观塘市中心的海汇 最新一批的价单低开一成 但仍然未能刺激销情 发展商在2018年 以楼面赤价一万二千元 纵标地皮 不过之后鄰近的地皮 已经被改划作公营房屋发展 至于同日的新盘市场 不算特别淡静 市传卖出超过二十个单位 当中九套山的富豪山峰 连续第二日录得大额成交 屋苑二十一号洋房 实用面积超过三千尺 连二千尺的花圆和双车位 以超过一亿一千万卖出 成交借价近三万七千元 至于即将部署开售的启得项目 会得封地产的Grand Monaco 公布首份销售安排 推出88个单位星期六开售 推出的单位面积三百四十几 至九百六十一尺 至实七百六十几万至超过二千五百万 尺价二万一千八百多至大约二万七千元 平均尺价二万四千一百二十四元 开售的单位包括在星期一晚加推的第二张价单 逐个单位比较相信是原价加推 就以银马较小的一房为例 新推出的一B座十八楼D室 面积三百五十一尺 至实尺价二万三千七百七十八元 比低一层的同室单位 至实二万三千六百三十五元 相差百分之零点六 是常见的楼层差异 无线电视梁永祥报道 二手楼市方面 虽然近日交投加快了 造价都有回稳迹象 不过在个别的半身盘 还不时听到蚀样的消息 最新还蔓延到南昌站一带 区内豪宅盘汇释 早前就有一个四房单位 轮运人主盘之后 以三千五百万沽出 虽然赤价略低于市价 不过原业主账面仍然要净蚀八百万 继何文田一个半身盘 接连六德蚀样成交之后 南昌站上盖的豪宅 入伙无奈的汇释 最新都有四房银主盘 大幅亏损近八百万沽出 屋苑1A座低层 一个实用面积一千五百零三尺的单位 属于四房间隔 最新以三千五百五十万沽出 尺价相当于两万三千六百多元 代理说 屋苑今个月四中成交 平均尺价两万三千九百多元 相比之下 最新这一中成交低出百分之一 平面图显示 单位向南、向右海景 虽然属于双套房开积 不过只是设有开放式厨房 翻查资料 单位早在2017年4月 以大约四千三百四十六万卖出 当时的登记买家 声明属于内地拼音 持货近四年 账面亏损超过七百九十六万 楼价贬值超过一成八 在附近的奥运站 由于更加鄰近核心区 尺价都长期停留在两万元楼上 最新有八百多尺的三房套 以近两千万逆手 业主大赚1.8倍离场 军匯港一座低层 一个实用面积八百四十六尺的单位 原先叫价一千九百八十万 减价八十万 即是百分之四 先占一千九百万沽出 赤价相当于二万二千四百多元 代理华 单位向北 望屋苑内园同泳池 和南昌公园景观 原业主组在2006年底 以六百六十四万买入 持货近十五年后沽货 占面大赚一千二百三十六万 而在同区另一个屋苑 最新都有两房单位 已超过一千二万沽出 由于单位属于高层 享有海景 支持尺价高企在两万一千元 比屋苑平均尺价有日价 狼情湾七座中高层 一个实用面积五百六十尺的单位 属于两房开积 最新以一千二百零八万沽出 尺价相当于二万一千五百多元 资料显示 原业主在2013年底 以九百三十六万买入单位 持货七年纪 账面获利二百七十二万 单位期内升值两成九 代理华 屋苑现在有大约一百六十个放盘 入场单位的叫价由一千万起 新一份预算案将会在礼拜三公布 面对巨额财赤 市场对于派档的措施 已经没什么期望 不过地产界方面 似乎仍然期望财爷为楼市带来好消息 憧憬多时的减辣可不可以兑现 我们看到很多买了八百几九百万楼 换一千多两千万 换楼链是某程度是减慢了的 因为按月乘数就借得太少了 另外一些例如SSD 经济不好的确有些买家想套演 因为生意问题甚至失业 但三年之内卖要给一个重税 我们叫做雪上加商 买楼来套演 但还要给一个重税 至于此类的辣椒 希望在财政预算案能够放宽 转看一张规划消息 轮近松黄台站一带几个公营房屋项目当中 其中一幅提出规划申请 由房协负责发展 在启德2B区一号地皮 计划建两座之座出售房屋 提供大约1790佛 看文件显示 大厦楼高最多41层 而且呈U字形排列 轮近体育园的一边可以望到海景 至于单位的面积方面 就介乎313至644尺 预期会以一两房为主格 平均每个单位539尺 各位先休息一会 回来会有每周有讯盘 去参观西区的两个二手房盘 一间可以间调四房 另一个就望海景 哪一个更加值得投赠 回来节目时间 在西半山搬咸道一带 住宅楼零相当参差 部分早年落成的楼盘 已经入伙近50年 个别还完成了维修 但是旧楼的最大卖点 就是开迹市井 700尺的空间可以划分到四房 而且每间房空间都不小 除了旧楼之内 区内还有少量的半新楼 部分单位享有海景 楼价自然就会贵一些 同样都是700多尺 但只得三房 叫价要大约2000万 应该投资半新盘 还是旧楼特色单位呢 不够800尺的单位 有四间房 两个洗手间 主人套房超过100尺 最小的房都有70尺 还有大约200尺的平台 贯穿客厅和房 半咸道礼仁角 这个特色单位内隆新井 虽然楼宁已经46年 但大厦已经完成大维修 加上周边民生配套齐备 比较受中产家庭和公司客欢迎 在潘咸道近中尾段 首先旁边走三至四分钟 便会到潘咸道口的西人盘地站 相当方便 另一方面 正街在几年前 亦新做了一条自动行人扶手电梯 直通高阶、第一阶、第二阶、第三阶 买菜甚至乎落到下面都相当方便 所以整个潘咸道可以是整个西半山 配套最充足 但也没有半山的钟 是完全不方便的感觉 这个单位的极好处就是 大家都知道半山很多时候 密密麻麻的礼径 但它有一个空中平台 接近200尺 如果是一个楼市比较暢旺 这类单位极好租极好买 这个B座单位在顶楼以下 即是俗称的凤凰楼层 面积798尺 向南 虽然前方有不少住宅 但幸好楼层普遍比较矮 可以远望龙虎山的景观 代理华屋苑的分层户 近期成交尺价大约19000元 参观单位属于罕有的特色户 叫价略高 这里因为实用建清 所以业主通常自己住为主 放盘量比较少 而市场上如果真的放盘 大概10个单位左右 这个单位比较特别 有一个空中平台 这个空中平台在我们这区 比较罕有 有接近200尺 一般如果这些特色单位 在我们这区来说 就比正常楼价成交 大概贵10至15%左右 业主现时的放的价钱 就是1980万元 赤价大概24000元左右 Alpha认为房子的叫价不算贵 可以考虑自住 但由于面积比较大 升值潜力一般 买楼很多时就是市场 用市场得到 市场永远是对的 我们永远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会用了 我们以前的观念去看东西 例如我的年代 那个年代就是 香港新楼不是那么多 能够有半山地段 有这么实用的楼 当然是首选 但是现在的 我们买楼要想一想 接货的人 可能说今天是十多岁 二十岁的批人 他未必懂得欣赏这种楼 他可能会宁愿去买新楼 比较容易在按揭方面 这个单位 如果你真的买入 我想自用机会要高一点 如果是收租 买一些小一点 投资价值可能会高一点 整体单位 我给他3.5分 放盘的另一个特点 是间隔灵活 由于是旧式设计 间屋呈长形 原积是两房一次 业主将女字厅拉直 多了一间房 再将主人房一分为二 还增测了一套厕 投资者潘达行就认为 旧式单位实用性高 现在的新楼很难做得到 这个单位 七百多尺 有四房 现在新楼是做不到这个效果 新楼普遍可能 也没有现在房间那么大 我估计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有200尺的平台 其实是不计算在屋内面积的 但是业主又可以用到 有个户外的空间 那就有别于现在的新楼 新楼是属于露台 露台而计算在实用面积的 所以这个单位的实用性 就是它的优点 你说扣分位就是 因为业主的价钱 是相对进取的 对上一种成交是一万九尺 是楼下的分层单位 当然跟现在的特色单位不同 可能也可以开高一点 但是如果两万四 可能相对就进取一点 如果你说 譬如有客人它是对的 我会建议它 可能去银行做个股价 就是看一看个参考 这个单位我给3.5分 不过看楼团团有就认为 家屋的叫价可以接受 而且房够多 可以满足家人的生活需要 我最喜欢的 就是它后面有 这个200尺的大平台 因为在港岛区 其实有这么大的平台 也很少见 作为一个特色的单位来说 这个价钱也接受到 而且它也叫做四房套房 比较同区也比较少见 作为因为家里比较多成员 也会希望有多一个厕所 也都可以多成员 每人都有一间房 唯一的就是楼园比较旧 但是它室内都装修得很好 配合每一个违和感 这个单位我会给4.5分 除了这一类传统旧楼 在港铁站一带 近年都有不少重建项目 由家里和市建局发展 2010年落成的进城峰 在第一阶和第二阶之间 距离西营盘站 只是大约几分钟的步程 提供488伙 开极介乎300多尺的一房 至800多尺的三房 景观方面 向北方面就望海 20楼打上 基本上望到 向南方面就望山景为主 如果高层的比较 大概相差是10%左右 参加这个单位 就是三房套房 再加一个工人房 面积比较小一点 最小的入场版 它的价钱是2150万 市场上最便宜的三房 入场海景单位 单位在一座中层 实用面积763尺 没有圆关 大厅有超过200尺 属于直厅设计 三间房集中在大厅一边 同样向北有海景 主人套房超过130尺 两间小房面积相约 大约60尺 这家屋刚刚以4万3500元出租 现在连租药放售 叫价2150万 尺价28000多元 由此推算 新买家的回报只有2.4厘 Arthur说单位叫价算是贴士 不过这一类有会所的 屋远式半身盘 在区内相当罕有 业主普遍释受 以价空间有限 加上附近缺乏新基建 拖累升值潜力 最大问题就是股源很少 这里的业主 始终买入便宜 十年前 大概是12000至13000 以建筑面积一尺来买入 加上真的很好租 令到业主未必肯放 就算放也很硬 很硬的话 接货的人可能要用一个市价 来买 很难说低于市价 对的 就会对于接货的人来说 下一转来说 可能水位不太高 加上他本身的利好因素 已经差不多 大家都知道了 他不会因为过多5年之后 有什么特别的基建 或者有什么去刺激他 即是他的价钱就很难上 差不多到顶了 有机会在这个地方 是顺色了一点 我给这个单位整体是3.5分 屋苑今年已经有近十宗租墓 赤租普遍在55元以上 潘达恒就认为 比起西半山一带的单位更加吸引 加上参观单位有海景 如果叫价调低25000元一尺 回报率会高一点 不妨考虑买入收租 这个单位的质素 在海景上是较为优质的 因为它较为贴海 如果是楼层比较高 有比较广阔的海景 而且它最主要的卖点 它和这个旧的西半山 传统的地段的分别是什么 因为它楼下附近就已经有地铁站 它的交通和海景方面 所以你看到租金也是反映出来的 对于租金来说 保值相对是强一点的 有部份是60多元尺 对比西半山那边 普遍的尺租大概是40多至50多元左右 这个单位我给3.5分 至于看楼团团有 就满意家屋有开洋海景 只是叫价偏高 根据763尺来说 其实是很实用的 兼复有对流窗 有分饭厅、客厅 还有一个海景 但它现在开价是2100多万 即是大约28000元一尺 我明白的 这个也叫优质有海景 但如果它可以调低到 大概25000元尺左右 我觉得会更合理 这个单位我给4分 今集先看到这里 土瓜环是发展成熟的社区 较上沙中线迹进通车 区内的大型屋苑 和近年落成的单堂盘 哪一个更加值得投资呢 记得继续留意每周有顺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如果想参加剃楼团 想我们帮忙验楼 甚至想委托我们找谱的话 都欢迎电邮给我们 各位今晚节目时间够了 拜拜 拜拜